植物提取物必須兇土服用,保健食法每天2粒,進階食法每天8粒 我們肝補的主要功能是修復肝細胞,清肝排毒,保護肝臟健康,改善睡眠,強化肝膽和減淡食斑 產品查詢熱線55379521 上一節也說到在正餐以外的特別餐 我們有幾隻叫做糖尿餐,或者叫做煤餐,債餐 這些都是中國人吃的,中國人吃的 而外籍人士,坐牢的外籍人士是會有西餐吃的 還有在南亞裔人士是會有咖哩餐吃的 也還有一個小的分類,就是猶太人的猶太餐 我在前幾集,或者上集,前一集都說過 亞洲辦館基本上提供了99.9%所有監房的食物 唯一一個0.1%的供應就是猶太教 猶太教,我親眼見過 有些猶太人,都是鬼佬,紅蘇綠眼,你不能分辨 那些是猶太人,是鬼佬 總之他是猶太教 為什麼可以吃到猶太餐呢? 經過一個比較長的抗爭 一些投訴,教會人士的幫助 因為猶太餐裡面的食物 好像要經過一些特別的儀式 或者是不能夠,不知道怎樣 總之不是大棒吃的亞洲辦館提供的東西 是比較另類的東西 怎樣是另類的呢? 其實都是豬牛魚而已 偶像是不吃豬的 猶太人偶像是不吃豬的 也是這樣而已 但是就是猶太教的教會 是提供一些食物的 每天都送來的 每天都送來的 而拿了之後 不是交給廚房去煮的 我見過有一個猶太的犯人 他自己親自去廚房煮 每天都是 他不單止煮給自己吃 也煮給隔離監房的猶太人吃 這是我親身的經驗 這個我不講了 猶太餐大概都是這樣 但是猶太餐的食物真的挺香的 我見過真的會流口水 因為蜜月可能是貴的 你裡面吃的 你都吃過的東西 看見有些靈類的東西 真的會流口水 這個我不講了 我這一節集中講兩隻餐 西餐和咖哩餐 南亞裔人 我所講的外國抗籍 要這樣講 你每一個人進入監房 例子國的時候 他會把你的分類 是桂枝 是ON 還是II 但是II 多數都是吃飯的 因為在大陸偷渡下來 都是II 都是吃飯的 但是我見過有中國人吃西餐 是香港人 為什麼呢 他欠外國護照 他可能去了美國已經很久 他食物的習慣 已經習慣了吃西餐 他說 他可以選擇的 可以選擇的 是不是可以選擇呢 還是要揮回來 還是要揮回來 看到你黃皮膚 就吃中餐吧 吃吧 我真的見過有中國人 香港人 搶外國護照 去吃西餐 而南亞裔人 多數是香港人 香港人的南亞裔人 他都會安排你吃咖喱餐 因為你日常吃的 都是咖喱餐 都是一些 飲食雜性 而監房是將來分類的 越南仔 越南仔都是ON 馬拉人都是ON 馬拉人 馬拉人很多 在監房很多馬拉仔 專門犯些什麼事呢 過期居留 來做車手 什麼叫車手 就是假信用卡 假信用卡 犯了法 他們都是叫做ON 但是他的族群都是吃飯 監房也是給他吃飯 而真真正正是 紅鬚綠眼 黑鬼 Sorry 不可以說黑鬼 黑人 黑人 他的飲食習慣 是西餐的 他的監房是不提供西餐給他 而他是南亞裔人 而他的飲食習慣 哪怕他是香港人 哪怕他是香港人 他飲食習慣都是吃咖喱的 他都會給他吃咖喱餐 我先說咖喱餐 咖喱餐分兩種 一種是南北 以印度和巴基斯坦 南和北是有分別的 北邊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北邊的南亞裔人 是吃米飯的 都是吃米飯的 他除了是咖喱的菜之外 是吃米飯的 而南方的南亞裔人 我不知道真的有沒有記錯 總之南北也差不多 他們是吃這個 餅 大家見過的清真店 或者吃解釐煲的餅 是用僑墨粉去開 然後形成一個叫 雜巴治 叫做雜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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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串 我不知道 我只會說 那是有分的 他問你 你是吃飯還是雜巴治 你可以選擇的 你可以選擇的 講起咖喱餐 就金貴了 金貴了 為什麼呢 也是講迷以看為貴 當你是 每天都是吃那些豬牛羊 不是 豬牛魚 豬牛魚雞 豬牛魚雞 每天都是吃那些白汁 有咖喱汁 偶爾也有咖喱汁 也有咖喱薯 也有咖喱薯 來來去這些東西的時候 當你看到一碟咖喱的時候 你真的會流口水 還有就是 那些牢房的咖喱是煮得不錯的 哈哈哈哈 我去過兩三個牢房 當然他們會找一些南亞裔人去煮 當然也有 懲教署有一些廚房的師傅 會指導去煮一些咖喱 真的挺香的 真的挺好吃的 當然我也會吃過 我也會吃過 那些咖喱是 所以 張深維深 他給一些真的 香港的咖喱的餐廳 咖喱更好吃 更好吃 而在物以刊為貴之下 也有很多中國囚犯 就會跟一些南亞裔人 來交易 我們叫對餐 中間牽涉到貨幣 牽涉到錢銀的東西 當然 你拿了一碟飯 你還給他吃 總之 我們所謂對餐 通常是幾個人合起來 一碟咖喱 一碟咖喱就夠幾個人去吃 夠幾個人去吃 拌飯就吃 很香 很香 當然 你說想對餐 也不是真的可以對餐 因為為什麼呢 南亞裔人 畢竟是少數族裔 少數群體 一個房間裡面 其實不是那麼多 一個倉 或者一個飯堂裡面 其實不是那麼多咖喱餐 不是那麼多咖喱餐 如果有的時候 基本上都會被一些有勢力的人士 切足先燈 如果你剛入房間 你想吃咖喱 哈哈 你很難 除非你 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付出很大的代價 大概就是這樣 咖喱餐是沒有豬 咖喱餐是沒有豬 而咖喱餐 也有一部分 在印度餐來說 是沒有牛 多數都是吃羊 羊 魚 有咖喱魚 有沒有咖喱魚 好像沒有 沒有咖喱魚 來來去去都好像是 雞 是不是雞 雞 豬 牛 或者豬 羊 多數是羊 羊肉很多 羊肉很多 挺好吃的 真可憐 哈哈 蛋 照常給的蛋 早上他們是吃 一塊的麵包 厚麵包 有牛油 有牛油 有牛油的 會給奶茶來喝 吃咖喱餐和西餐 朝朝都有奶茶來喝 中國人只有 星期日才有奶茶來喝 這就是尖培中議員 揮回來 全民 我想也是真的 咖喱餐 晚上也是這樣 咖喱 在來來去去都是那些 以南亞裔人來說 跟中國人差不多 來來去去都是這些 他們很樂意對餐 為什麼呢 他們很少吃魚 他們對於吃魚 你不吃那些秋冬魚 腥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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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覺得很好吃 其實物以堪為歸 都是物以堪為歸 都是物以堪為歸 咖喱餐大概也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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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的真的是茶水 晚上也是給你麵包吃 也是給奶奶喝 大概就是這樣 但是那些咖喱真的挺好吃的 真可憐 好了 最後講到西餐 西餐比南亞裔的咖喱餐更加少 一個咖喱餐可能只有一份兩份 這樣就很值錢 西餐是吃什麼的 基本上早上都是吃麵包 有奶茶喝 而早上是會有芝士 一塊芝士給你的 芝士和牛油 跟著中午餐就是鋸扒 所謂的鋸扒 都是用一些肉類做成 大不大快 通常肉量是比中國人大量些 配什麼呢 配薯仔 配麵包 菜、瓜都會有的 但是煮法就不是中國的煮法 可能是剁碎它 然後混一些紅蘿蔔 番茄 中國人是沒有番茄吃的 中國人是沒有番茄吃的 番茄是外國人吃的 哈哈哈哈 晚上也是 相同的理由 西餐吃的囚犯 吃囚犯的ON販 他們都是吃這些 他們都很樂意跟你對餐 當然他們知道自己的價值 除了對餐 你要給中國的飯吃之外 你還要給他一些貨幣 這個日後我會再說 而西餐也會配不同的汁 黑椒汁、洋蔥汁、燒醬汁 其實來來去都是這些 其實所謂的汁都是顏色水 在你由長的監獄去歲月裡面 基本上都是那些味道 當然 在咖喱餐和西餐裡面 都有齋餐 都有糖尿餐 這個很冷門很另類的 我就不在這裏說了 如果大家想知道 其實上程教署的網頁 都可以看到 都可以看到 在古老的俗語裡面 有一個叫做 王家飯 王家飯 王家飯是什麼味道 剛才我跟大家說了 基本上所吃的東西 都是這樣的 王家飯是什麼味道 王家飯是吃不知味 是沒有味道的 當你第一餐的王家飯 就是在 機樓所 機樓所的王家飯是最難吃的 基本上是警察 或者是拯救處 做的東西給你吃 基本上是 在炒格的東西是最難吃的 而荔枝國的王家飯 當然你一定會晚上那一餐 多數都是魚 因為晚上一個星期五天都是魚 拿著那碟魚飯 但基本上你就 可以嘗到王家飯 是什麼味道 這一集 就講到這裡了 正餐已經講完了 正餐已經講完了 大概都是 萬變不離其中 都是這些 而在下一集 我會跟大家講一些 正餐以外的副餐 副餐包括什麼呢 副餐包括 你工作會有人工 成教處是可以給你選購很多的零食 零食 朱古力 豬肉乾 牛肉乾 魷魚乾 齋燒鵝 飲料 飲料 也會有 紙包飲料 那些 那些 金毛毛特別 但是不是 但是不是 囚犯的智慧 是很厲害的 當你在物質不豐富的時候 有很多東西 你就可以變化出來 變化出來 可以有意想不到的味道 而更加另外的例子 就是一些 在監房裡面 除了這些之外 是一些 秘密餐 下一集 跟大家講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對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